我們現在看這個經文 羅馬書一章二十節 我們再讀一次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退位 我們看這個經文 我們首先看一些重點字 自從造天地以來 自從造天地以來 由造天地那時開始 由天地那時開始 也就是說 天地的來源是哪裏來的呢 天地的來源是哪裏來的 神所創造的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 即是神的永能和神聖 永能即是甚麼呢 永恆 永能 永能 永… 權能 永遠的能力 神永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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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神的能力? 在創造物物,即地球,即人類,天地,海,動物 身體結構很複雜,精細,很準確,很科學 科學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神有這個能力,做的東西是非常精巧,非常奇妙 以至能夠做到祂要做的功能 祂要做的功能,祂能夠做得出來 因為祂是神特別,祂的能力設計出來的 好了,我們講過這個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這個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就是能力 神是一個有能力的神 神是有能力,對於我們有什麼幫助? 神是有能力,有什麼幫助呢? 神的能力 助力,助力,助力解決 是的,祂會幫助我們解決到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或者我們想提升,神又可以幫助我提升 神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提升 神的本性 神的屬性,我們查經經常看到神的本性 然後我們被這件事說服 然後活在神的屬性裡面 祂的屬性就是能力 以及祂的神性 祂的能力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有什麼需要? 神是有能力去幫助我 神是可以有能力幫我提升的 所以我們可以活在神裡面 我們有信心 我們的生命可以一步步提升 越來越提升的 越來越高的 這就是神的能力對我們的幫助 神性呢? 有自然界看到什麼神性 神的聖情 在自然界看到什麼神的聖情 雖然看到很多動物 你剛才所說的 重點呢? 飛去很遠很遠 但它自己可以回到創造的位置 可以飛回來的 是 就需要教它 那這個 是它的什麼 表現它什麼的神性呢? 它很有秩序 很有秩序 預先計劃好了 是 預先計劃好了 就是不會說亂 是 每樣生物它都設計好了 OK 就是它設計好了 這個生物可以怎樣生活 它怎樣可以懂得回去 它自己 它本 即它其實不是它家 是它的阿爺 或者曾祖父的家 它怎樣懂得回去呢? 那這都是神的智慧 其實你想想想想 你可以想出很多東西 一個是智慧 一個是設計 還有一些什麼呢? 供應 供應 它會供應它的需要 因為它就是在熱天的時候 它上去北面 到冬天的時候 下去南面 它就是一個路程 它不能一代去光 它需要去幾代 但是它會懂得去到那一代 中間它會懂得繼續去的 嗯 還有什麼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些發揚神的屬性 我們可以越來越發揮 就是有時候可以 一些想想到 但是越想越多的時候 就更加有鼓勵性 譬如它的美感 你看到自然界的東西 各樣都很漂亮 除了人弄髒之外 就算枯乾的樹葉 在地上都有一種美感 嗯 就是我們看到 有些香味 有些香味 就是我們看到那些樹 那些樹枝 那些樹枝 那種形狀很有美感 其實在神創造的漫物 我們看到它各樣的聖情 也有愛 所以動物懂得愛它的子女 譬如那些蝴蝶 那些蝴蝶在那個地方 等那些蝴蝶 它知道那些蝴蝶 需要吃什麼葉 它就不會生在其他 死樹那裡 它會生在它會吃那些葉 這就出現愛了 譬如那些動物 都是很細心照顧它的子女 如果你去搞那些動物的子女 它會搞你 它會攻擊你 它們很保護性 很強烈 很保護性 但是它又到了一個時候 會釋放那些子女出來 照顧自己 它們懂得 其實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很奇妙 是的 這些一切 神的能力 和它的神性 都是明明可以看見的 我們看到 譬如說 就算狗 我們看到什麼神的聖情 有忠心 忠心 忠心 還有呢 我很想你們好像狗 那樣回應神 意思是什麼 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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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扯神 可以扯神 有反應 狗是有反應的 你做什麼事 牠在牠身上 有反應的 神不像狗那樣嗎 其實是說 多給我 可以扯神 可以扯神 可以狗 但是呢 因為中國人 有種好 不好的 說法 因為牠說得好像狗 有種父母 但其實呢 外國人 是不同的 我看那本書 有一個人 牠就不捨有儀 牠就說到 有儀我們要學狗 因為狗 見人真的很興奮 很開心 還有很有反應 牠就不計較之前做過什麼 狗是很好的 不記仇 對 不記仇 牠就鼓勵一些人 學狗 我自己就應用下一層 就是說 神就是 真是像狗那樣 那種的愛 有興奮 有反應 神是沒有反應的 神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我說 神是像狗的 不過這句話 真的別人聽上來 就很不好聽的 但是牠的意思就是 神是真是很有反應 總之你一跟牠說話 耶穌我需要你 牠就很歡喜 你一感謝神 牠就很歡喜 你一悔慨牠就很歡喜 你做什麼牠都會歡喜 一杯涼水牠都會上次 所以我們可以有信心 向前去走 所以神聖 我們去想的時候 越想越奇妙 對嗎 還有動物都有智慧 牠們懂得怎麼找東西吃 很有智慧 是明明可知的 雖然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雖然眼看不見 但在神所造的萬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諱 推諱就是為什麼 發扭懷 不是扭懷 不是扭懷 推諱 對 推卸責任 就是叫人無可推卸責任 沒有神的 神都沒有讓我們看到 但我們看萬物 就看到真是有神去創造 所以今天的信息 你可以傳給別人看到 神真是這麼奇妙 真是這麼奇妙 我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推卸責任 好 我們又看下個經文 詩編九十一篇十四節 一起讀一下 神說 因為祂諸心愛我 我就要達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命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祂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祂 祂在吉蘭中 我要與祂同在 我要達救祂 使祂尊貴 這裡講到我們愛神的仇 神那種反應 我先回到上個經文 我想說 什麼經文都發掘神的本質 神的屬性 以至我們喜歡神 我們由神創造萬物 我們喜歡神的智慧能力 有愛心 有計劃 很傳避 沒有走雞的 沒有東西流失的 沒有東西照顧不到的 由這些我們就可以感激神了 由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神叫什麼屬性 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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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就說 因為這個人專心愛我 我就要達救祂了 其實那個字眼的意思很簡單 很簡單 首先是專心 專心愛神 專心 即是說 我們愛神的時候 我們專心不要 不要愛世界 我們全心愛神的時候 神是知道的 神就會答救祂 會拯救祂 會拯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它安置在高處 知道我的名 為什麼呢 知道我的名 是 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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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神的名 也包括祂的特質 因為神的名 祂是謀略的 祂是充滿智慧的 祂有計劃的 祂有慈愛的 祂的名字 祂是意志的 神的名字都包括這些質素 神就要將祂安置在高處 我們先把祂的意思解 一會兒再看看 有什麼神的屬性 將祂安置在高處 即是祂要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祂求告我 我就怎樣 應允祂了 我要聽祂的討告 祂在急難之中 我就和祂在一起了 祂在噴難的時候 我就和祂在一起了 好像我那時候 差不多撞車了 神就和我一起 神就保守我了 我要答救祂 並且照祂成為尊貴 神是有這種能力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 神的什麼屬性呢 即是不要計較 人是很計較 人是很計較 神好像不太計較 是的 祂不計較我們做過什麼措施 就一樣什麼 祂一樣怎樣 一樣愛我們 祂一樣祝福我們 不計較我們做過什麼措施 祂一樣祝福我們 好 在這裡你會看到什麼 神的本質 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 祂也想祝福我們 保護我們 緊張我們的安危 是的 祂關心我們 祂緊張我們的安危 祂會保護我們 還有什麼 最好在我的經文說 然後你看到什麼 即是祂橫難中和我們一起 是的 祂橫難中和我們一起 這代表什麼屬性呢 你記得我這個神的屬性 愛呢 一個是愛 祂在萬難中會保護我們 與我們同在 還有愛還有什麼呢 恩典 救恩 是 剛剛他那句說 在萬難中我要和祂在一起 是 同在 同行 同行 同我們一起 是我們媽媽 是的 祂在一個近的神 陪伴的神 就是講祂的屬性 祂陪伴的神 祂是喜歡和我們一起的 而祂又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患難 祂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患難 祂就會在患難中幫我們 大家還看到什麼 我想大家去思想 每個經文都想想 神要做到這件事 祂有什麼神的能力呢 祂有什麼本質呢 第一 我們從頭看 因為祂要專心愛我 就是神知道誰專心愛祂 神知道誰是心的 我們個個心知道的 我就要答救祂了 祂就是有能力答救 是不是 幫助 是的 有能力幫助 就是我們什麼的經文 我們就在裡面找一下 神有什麼 講到祂的屬性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 嗯 就是神 認識我們 在土福已經認識了我們 是的 這裡講到 祂知道我的名 是誰知道誰的名 生下來 是他 我是誰 我們 他 是誰 神 人知道神的名 人知道神的名 是的 非常好 人知道神的名 即是神知道誰知道祂的名 那就是神的什麼 神的全知 祂知道 你的心裡面你認識神 祂知道的 我要將祂安置在高處 那就是表示什麼 神的將祂安置在高處 神有權兵 是的 有權兵 非常好 你的思考很好 我以前是教書 我教聖經 和教科技 所以剛才說 那些人說 當年如果我有這些材料 我就很好 祝福很多人 但當時我就是 什麼都沒有交通 我呢 頭都很辛苦 不要緊 不要緊 現在不是太遲 好了 祂有這個能力 叫人放 將人放在高處 譬如我想問你 譬如有個爸爸 他很想他的兒子 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他能不能 他必定做得到這件事 不能夠 不能夠 他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行 還有人也是主要提升人 就是在金錢 財能 機會 但人不能夠提升人 就是在熟靈生命 他那種生命質素 不能夠 但是神就會將我們 祂能夠知道 我可以將你安置在高處 這件事很有把握 神會知道 你聽你姓識我的名 我會能夠一步步將你提升 你會安置在高處 所以你會不會說 我真的想走神的路 所以神要答應很多事情 接著是下一點 祂說 求告我 我就應運祂 呼求神 對 神的質素是甚麼 神的特質 祂的屬性 第一 祂知道你的討告 就算你在心中 譬如你在祈禱 我不知道祂是甚麼 但神會知道每一個人 祂是甚麼圖 祂知道 祂知道你求告祂 祂又怎樣 我就要應運祂 應運其實有時候不簡單 好像我先說 我去到那個地方 剛剛那個時候 那個人會說走了 但他會從側面走出來 就是這樣的時候 他居然會 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神特意要 要那個人知道 不是普通 一走到就馬上見到他 而是神就會讓他看到 是有困難的 我怎樣 令他走出來 好了 然後呢 他在急難中 可以與他同在 這個同在是很不同的 是吧 好像你那時候說 蘇羅 不是說蘇羅 是同在嗎 是吧 這個同在 是很不同的 是 即是說同在是很強烈的 不是說一般同在 是 一個強烈的同在 好像他會把司機 本來撞向我的 可以將他轉走 可以給他聰明智慧 可以轉走 這些就是神那種同在 會做到的事 也有很多人 如果你看到英文 你上網看 是超人的 有很多經歷 是很特別的 你可以設定他 有英文字幕 他就會打出 那些人怎樣困難 怎樣困難 神怎樣幫助他 好了 然後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貴 和謝仙哥的身份放在高處 差不多意思了 他要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人沒有這個權兵 但是神有這個權兵 神有這個權兵 而且神看了一件事 他有什麼能力呢 他一定能夠走出來 我們想回 這裏 你不要當我現在講過 在這個經文 你記得 講過 其實神有幾樣的屬性 其實神有幾樣的屬性 你不要當我講過 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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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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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能 他什麼都能夠做得到 權命 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 他能夠和我們一起 同行 急難 即是我們一起 還有他能夠勝過困難 他能夠在急難中勝過困難 他能夠在困難之中 為我們開出路 當我們知道這些時候 你每一次看聖經 你就會說 神這麼好的 我不用擔心 我可以學放鬆 我可以信靠耶穌 我可以全心輕輕鬆鬆 這就是學到神的屬性 我原來知道神這麼美好的 這就是我想大家學到的 神的屬性 而去歡喜神 請問 神的名字 我記得出雅及摩西 問神什麼名字 是啊 神回答他 說什麼 如果英文的聖經 就是I am 意思是什麼 即不變 你才是神 I am 中文就是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 英文好像比較明 I am的意思是這樣的 即是說 以前我又是I am 現在我又是I am 將來是I am 即我永遠是I am 我永遠都在 即不變 是的 祂是掌管一切 祂是無所不在 任何時間祂都在 因為沒有過去式的 真的沒有過去式的 即神永遠都是這樣的 是的 即祂永遠都是 可不可以解到這裏 他的名字 可不可以解到這裏 是啊 都是的 即神知道神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無所不知 一切都知道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神更加有信心 好了 這一陣子我就想大家分組去討論 但是你一組他一組 四個人 一人兩個人 因為我想給你們機會 我會可能去看一看你們 就讓你們可以 將下面那四個問題 簡簡單單地討論出來 怎樣形容 等你可以將這個訊息 記得回應出來 然後再次看到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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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